张继科接受杂志专访表示,目前正处于摸索没人走过的路,和自己斗的阶段,你怎么看,与人奋斗,其乐无穷,现在的继科正处在不断摸索,不断突破自我的阶段中,对于张继科来说,该拿的荣誉都已拿过,现在更多是一种自我挑战,和发自内心对相伴自己26年乒乓球的喜爱和不舍,就像他自己今年生日发文所说的那样, 我相信坚持不懈的奋斗也是一种幸福,他说,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,所有的话不是简单的鸡汤,而是他自己的实际行动的体现,我很佩服他的勇气,张继科的职业生涯,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,这一路从年少被退回省队的那一刻到重回国家队,到拿到大满贯,再到现在的一切重新开始, 这一路不是单用励志二字就能概括,每次的蜕变都要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,他不是最幸运的人,但他是用努力来为自己创造,并抓住好每次机会的人, 正如杂志中说的那样,张继科从今年春节选择回到国家队,他表示感谢队伍给我机会回归,这让我感受到了信任,对我来说是个鼓励,证明我还有价值,回归后我每天就做好自己的事情, 很简单,再到五月份重回赛场,从资格赛打起的他,从未在意别人的看法,一步一步向前推进,身体状态伤病恢复肌肉记忆心理承受能力技战术训练, 再次出发有多难他比谁都清楚,一条全新的路没人可以给他指导和安排,需要克服的困难, 只能自己去琢磨去总结去做斗争,真的希望不管是媒体还是舆论,不要再冷嘲热讽和丧气了,他已经够和自己较劲了,这几次的公开赛也证明了没什么是不可能的,既然选择了再踏征途,我们就是陪他。